他是7月23号在我们店铺7月9月9月买了一个秋季的套装 然后呢他就是说申请的理由 他选择是说我们发出货 这个人我认识的 是我们也是也算我们一个老客户的 可以说我让他退啊 但是他衣服都要给我退 我现在淘宝小孩就是直接就是把钱退给他了 然后让我自行去联系他 联系他他现在给我拉黑了 王先生在湖州开淘宝店五年两转主要做童装生意 他介绍现在主要通过直播来买衣服 为了方便不同的衣服都用同一个链接 7月27号有位买家发起了退货退款申请 原因是卖家发错货 对方提供了衣服照片 协商历史中7月28号淘宝客服留言 货物状态修改为已寄回 经平台核实商品符合退款或退货标准 支持退款给买家 没有发错绝对没有发错 直播间留言说要这款套装120码的 然后我们的主播就马上帮他就是在我们的纸上写了 王先生表示当时是直播买家的留言无法回看 在王先生和这位买家的协商历史中 没有看到退货的物流单号 王先生提供了其他订单的协商历史页面 其中有买家给出的物流单号 您在这边买了一个79块9的一个就是铜装吧 是吧 然后什么事呢 想问一下就是他说咱们这个退货没有寄回来 有这个情况吗 你有你有事情你直接去找天王好财房 你不要骚扰我啊 你骚扰我我会反告你们的 我们只是问一下情况有没有寄回来商品 他说卖家发错货 王先生说类似的情况还有几单来自不同买家 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之前一次直播中 平台判定了店铺存在违规行为 当时主播正在介绍衣物 衣物上面有明显的品牌标识 他表示后期也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 当时也用了一样的购买链接 有一个款式可能是一个一个标吧 他直接就是显示出来被系统自动判定的 可能就有问题 然后这个导致我们有一个违规 违规了之后 他就说在这个链接下面的所有的款式 只要客户申请紧退款或者退货退款 任何理由都是我只要一拒绝 淘宝小孩就把钱打给他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那个北面是假的 我这个款式是北面吗 人家买的是这个款式吗 不是我用了这个链接而已 如果他们买家都这样操作的话 那我是不是损失蛮大的 我说至少咱就是钱可以退给他们 但是衣服得要给我退回来 晚些时候王先生反馈 那位买家又向平台投诉了他 平台依然维持之前的判定结果 他已经更换了商品链接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